這間大小小的一房 入門 一個長型的一字型廚房 這裡有一個客廳的位置 外連一個大一點的301露台 這個露台就相當漂亮 又是品酒區OK 然後看出去景觀就略為順色一點 但是位置OK的 然後你看到它做了一個大吊燈 當然你可以做角樓的 但是客廳就不需要做角樓 反而睡房就做了角樓 上面就睡覺的地方 有條樓梯這樣繞上去 這裡就是浴室 好奇力 還有有窗的 OK的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沙發區 或者一個玩樂區 可以給你在這裡工作 欣賞景觀 坐下在這裡喝杯咖啡 看看風景 或者在這裡找桌子 在這裡工作也OK的 空間上雖然小 但是都很實用 就是盡量用完所有位置 今次這些單位 就是發展商連繫家具 會幫你做賣 小單位在現時市場上 就不太好賣 所以發展商都出盡其招 送家具送稅 或者送回鎮 其實都有的 最主要都是減樓價 不過直接減樓價 對買了樓花的人 又不太有事 因為銀行那邊 有機會他們要再抬錢 所以發展商都很為難 那這間就是一房 然後進來 一個廳 很小 有一個 三百一的露台 很大 看出去 河運站那邊 那邊就是利浩坊 一字型的廚房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不錯 還有這個位置 有個角窗 有個窗景不錯 然後進門口這裡 有個懸崗位 可以放鞋櫃 即是盡量用到極致 那這裡就是睡房 有角窗 看出去景觀夠闊的 大角窗 大角窗 都是政府規劃之中 比較多重建的地方 景觀上 不是百分百的 你預住的市中心 都是樓對樓景 但像這種比較 藍天白環的樓景 你就要買高一點 跌市就應該買靈火 所以應該有幾高買幾高 純粹單日收租的話 買一些低層 沒什麼所謂 因為都是早下轉 不是自己轉 但如果你是真的 自己買來上車 我就建議你買高一點 最起碼 你不用扭到樓 你對著天 人家會比較舒服 樓是有價格的 但住屋感散是沒有價格的 房間也是小 然後就是一個套廁設計 都是有一個大窗 這間就大一點 一房267呎 一個梳化 又把門拉下去 就變成一個下飯廳 廚房也是一字形的 比較小 不過 這裡也有些械櫃位 挺好的 那就不開了 就是這個位置 整排龜 整個空間又高 然後露台也挺大的 這個露台帥仔 好用很多 看出去就很方便 這裡就做了一張書桌 做東西的地方 看看 然後這裡就是浴室 有窗 然後再轉進去就是一個過樓 一個小的衣櫃 上面有真的睡覺 好像這隻間隔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可以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就是關閉 就自己一張房 有這個就有客廳 不過你找一些朋友 其實這麼小的東西 都挺close 即是不可以有太多人 四個人最準 簡單 在這裡最有差 OK 這裡的一房 如果扣了所有折扣 計算回贈 應該500 550左右 你覺得值不值